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想請教老蕭老師 對於大盤的看法 昨天美國股市又大跌 讓頭正昨天晚上 真的都睡得不是很好 今天果然一開盤 就迎接一個震撼教育 今天一開盤呢 台北股市是大跌超過了200點 可是呢 在破了前提之後呢 有低階的買盤進場 而且今天好多 之前跌很深的電子股 都反攻攻到了漲停板 我們看到今天大盤呢 是下跌之後呢 一路往上走高 好幾度的翻紅 全場震盪298點是收最高 上漲52點收 在16460成交量 放量囉 3281億元 好 今天呢 正貢獻點數方面呢 有速化股 航運股 另外還有ABF載板的南電 但負貢獻點數啊 好多都是電子股的半導體指標 包含了聯發科 然後紅海的表現也不是很理想 日月光投控呢 最近股價呢 相當弱勢 等一下會請老師幫大家來解讀 老師 我們先來看一下日K 我記得昨天你講過 因為呢 這個禮拜看起來啦 周循環是比較偏向空方的一個發展 明天是周選擇權的結算 所以這兩天可能要稍微小心 指數的震盪 那今天這一根紅棒 流了兩百多點的下影線 那你覺得明天指數的變化 到底該怎麼走 才不會變得比較負面的方向呢 那整體上我們很快喔 這裡是周四 這是四 這一天喔 這是四 這是第一個交易日 四 五 一 二 三 這一天是結算 對 那麼因為這一周也是空方 空方呢 因為短線跌幅太大 所以呢 在最後一天 往往它會出現反向 它會出現一個要補空單 所以硬是拉出一根 帶長長下影線跟紅K棒 我們可以把它刪掉 各位 請看喔 這根K棒其實出現跟今天 幾乎是雷同的 問題是今天是禮拜二 對 不是禮拜三 對 今天不是周三 所以整體上 明天只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這個關鍵怎麼看 我們看左側 好 這是今天台北股市 開低 走低 可是關鍵在於 最低點來到16162 你已經笃定知道它今天會漲 為什麼 因為這是最大交易量 你把盤中單一分中 最大交易量的位置抓出來 如果接下來它不破這個點 它就告訴你我是往上的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關係到明天 所以明天你要用同樣的一個方式 去觀察 明天的台股到期 我應該是站在極度樂觀 還是我必須持續性 比較站在偏向保守 所以老蕭老師說 今天幾管大盤在日K出現了 紅K棒也留了下影線 可是短線上面的危機 並沒有真正的解除對不對 老蕭老師等一下會講清楚 有一個關鍵的點位 要守住 要攻上台北股市 才有化險唯一的可能 但老蕭老師我想問 你很多次都跟大家講 台北股市的這個會漲會跌 或者是多空的方向 要跟國際股市來做連動 過去我們都說台股要跟著廢伴來走 因為廢伴領先台股 所以台北股市就有補漲的機會 但現在我們還可以這麼看嗎 因為今天從你這個給我們的圖看起來 似乎好像已經情勢出現變化了耶 首先如果我們從去年年底 台北股市從14053一直看到 這一次的歷史最高點18034 你會發現到台北股市 幾乎領先所有全球主要市場 不管跟美股做比對 跟歐洲股市 亞洲股市 我們是最強的 可是從18034以來 18034後來跌到16248 那16248這次往上是到633 一直到今天嘛 但是我們發現整個結構改變了 你說哪裡改變呢 各位靜靜看的這個框框 雖然好像看起來有一點複雜 不會 你就要看黑色的 黑色叫加權指數 台股 這是台北股市 那我們同時比對跟廢伴 納斯達克跟道瓊放在一起 就是說我拿8月20號 台北股市最低點16248 當作一個基準 然後我們去觀察 你會發現到台股現在變成領先指標 也就是說 你去觀察國際股市對台股來做判斷 反倒是會出現相當性的一個偏頗 為什麼 因為台股領先全球股市 我們來看 這是17633 當台北股市往下跌 然後緊接而來 你會發現到 費半納斯達克 道瓊跟著跌 也跌 台北股市往上漲 那國際股市就跟著漲 台股這一次的主跌 一直跌到今天看到16162嘛 這個下跌是我們帶著全球股市往下跌 所以變成你去看 這是今天我們把這三天把它放大 好 這個框框 這是今天的台北股市 你發現到不太一樣了 因為台股現在變成領先指標 當它一旦形成領先指標 那你在觀測上面就要更為小心 那怎麼樣去小心呢 我們可以用簡易的所謂的量價 用成交量跟價格做變化 我舉例 我們先看左圖 左圖今天早上直接是開低大跌 這個大跌在16165 也就是說今天早上9點07分開始 你已經知道台北股市今天要漲 為什麼 因為9點06分 每一天的開盤量會最大 對 然後交易量會遞減 你等遞減過程第一根爆出來的話 因為9點07分的交易量是小於9點06分 對 所以你已經發現這一根是最突出的 那你就看9點06分的交易價格叫16165 是 接下來它往上漲 對 往下跌又爆出一根量 就是硬是守住不讓它來測這個16165 所以你一畫出來這個165不就是變成今天的關鍵 對 那明天因為是週三 週選則選又要結算了 所以明天很關鍵你要看這個點 你說值得做參考嗎 好 我們把時間拉回來 這是今天 對 早上9點06分 叫16165 這是昨天10月4號 對 昨天是在9點12分爆出單一分鐘 最大交易量爆在哪 16577 好 守不住577它不就 嘩...就一直都下來 從16577跌到16165 幾乎這個跌幅將近400點 所以幅度滿大的 所以關鍵看哪裡 現在看16371 也就是說明天台北股市只要守住371 那麼不管是接下來本週的下半週 你就可以正向樂觀比較放鬆 倘若在371以下你還是要相當的保守 所以老蕭老師說明天是週選擇權的結算 儘管今天台北股市是解除了日K連三黑的回擊 拉出了一根帶有200多點下一胖的紅K 可是還是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明天的指數結算就很重要了 要守住16371這兩天高低點的平均值 才有機會往一個比較正向的方向來走 我想問一下老蕭老師 今天盤面上我看一下 其實今天很多啊 之前跌得很深的 然後公布營收非常好的個股 都出現了破底翻了喔 那怎麼樣來關注 因為其實很多的投資人 現在調查一下幾乎手上的股票 都是套牢的 那有電子股 有航運股 如果遇到營收出現非常好的這個消息的話 到底該怎麼樣來解決一下 手中持股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呢 今天有一個比較像樣的反彈 是因為盤中的時候 投信投顧工會的理事長張錫出來信心喊話 儘管最近外資連五賣 自營商連五賣有斷頭壓力 融資有了兩天狂砍128億元 可是張錫認為萬六就是台股的低點了喔 加上十月份的財報 整體的上市櫃公司不會很差的 台股第四季是越來越好的 消息一出呢就帶動指數往上急功啦 可是呢 航運股到底該怎麼辦喔 航運股現在是上市櫃的融資余額 已經減到了92.1萬張了 是 融資維持率134.5% 逼近界限130% 法案說要留意融資斷頭 違約交割的風險 這位是趙鋒的這個頭顧的李秀利 董事長他說 市場籌碼出脫啊 航運股成了提款機 股價能不能夠觸底 還是要觀察融資者 最好要來調節一下部位 但我想問一下老蕭老師 昨天我看一下貨櫃三胸 其實融資有減 但減的幅度沒有很深 現在籌碼是否還不夠安定 那假設一般的小資助 他手上的航運股 他不是融資買的 他是現股買的 那你昨天已經提醒大家了 不要砍在航運的阿呆股喔 但今天看起來融資的變化 並不是清洗得非常乾淨 那現在水手怎麼辦呢 那我們從幾個層次來看 首先我們看他的一個成本分布 舉例我們先看左側 左側是2603的長榮 當然長榮股價從33 從10塊錢一路暴漲到230 那蠻恐怖的 那我們去看他整個成本分布 以目前來看他上跟下 這裡有個集結 這個集結如果價格在這個集結點之上 代表這是一個強烈的多方 可是因為他在這個集結的下沿 在125之下 代表125以上這個框框 有很重很重的套勞 那這裡套勞量很小 其實這不重要 所以你去觀察這個230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真正的套勞是都在這個區塊 不是在這邊 往底下看不要忽略的 這個有一個很堅強的一個多方 那目前股價落在125到86之間 現在股價在這裡 所以代表說 往下86會有一個很強的支撐 往上125這裡就碰到 層層的套勞賣壓 那怎麼辦呢 我們往右邊看 一樣是長榮 我們看底下是他的融資變化 我們觀察過去的兩次的 低點的一個緩轉上量 也就是說他的融資余額 降到很低的23萬張 這一次降到24萬張 目前落在26萬9千張 所以如果說股價能夠 維持有效的一個整理 不要走勢太差 融資再適度再稍微減一點 我們認為倒是有機會 出現比較像樣的一個反轉 其實從那張圖看得出來 就蕭老師點出了這兩個 長榮的兩波的起漲點 當時正好融資都是大幅度的收深 一次收到23萬 一次收到24萬 這一次目前余額還有26.9萬 可能還稍微高一點點 假設融資在減 回到這個水位的話 以過去的經驗來看 加上股價現在又整理過後偏低 是有機會向上來反攻的 那這個是長榮的看法 另外老蕭老師 陽明跟玉明 你有怎麼關注呢 其實也許很多投資人 會分辨貨櫃跟所謂的散裝 其實沒有差別 在整個航運其實是相同的 各位請看到 以陽明為例分別它的區間 目前落在91到112 往下這裡有集結 往上其實蠻壓力還相當重的 我們來看在玉明的部分 那麼剛好在整個大集結裡面 我們去看這個集結的一個 箱型空間是落在58到74 是 好 所以玉明的這箱型區間在58到74 如果說玉明可以佔上這個箱型區間的上緣的話 對 那跌破就要小心 好 跌破就要小心 那老蕭老師我想問一下這個ABF宅板 這個是最近大陸限電的重災區 PCB廠公布9月營收包含了 騰輝創下6個月的低點 泰鼎因為是廠區在泰國沒有在大陸 所以這個營收創下同期新高 南電則是連兩月減 可是怪的是啊 南電公布的這9月營收 連續兩個月減少 外資卻來力挺它 他說限電反而提高了 ABF宅板供給景竅 如果在限電供給缺夠可能會大幅增加 被挫殺了 南電跟星星建議買盤低階 今天真的跑去低階了 包含了南電 星星 景說都有 大概接近有半根停板的這個漲幅 我想問一下老蕭老師 外資為什麼會看好 營收連續兩個月減的南電呢 不管是從南電星星到景碩 其實這個限電也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景碩在大陸完全沒有工廠 所以限電跟它理論上 完全是被挫殺 對 它完全也沒有工廠 所以不應該跟它有相當 所以整體上我們看 這一波的一個修正 其實載板的部分修正幅度比較小 那真正比較受到衝擊的應該是真頂 真頂就修正比較大 我們來看這支的限電 也就是我們看這一期 那麼從1250之上 那麼有航運報價大幅度暴跌 暴跌到1028 所以預計在11長假過後 這個限電危機應該可以一步一步 慢慢的解除 那回過頭來我們看 為什麼外資針對ABF載板給予這麼高的一個看法 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是今年2021年 分別從有新興 有景碩 有南電 有真頂 從這個過程裡面股價看的是未來 它告訴我們未來的展望 那麼持續成長沒有任何的修正儀利 這叫一 第二個在營收的部分在窄板 這是今年2021年 第一個營收預計會持續成長 從12%拉到24% 營收的部分看完看盈利 好 營收成長盈利增加 那你可以篤定不管是第三季 以及接下來第四季 甚至於明年 它的獲利能力會逐步拉高 我們看在營利的部分 預計還是一樣全面性的上揚 對 然後我們來看 這個是南電的部分 對 南電關鍵是在這裡 這邊 這是 明年第一季的預估 這是EQ 這是現在3Q 對 那馬上就要公佈9月份 9月份公佈出來 你大致上就算得出來 單季第三季大概落在4塊2毛2 這個不重要 重要是什麼 明年的第一季 這叫恐怖 它明年第一季 單季竟然高達4塊7毛1 什麼意思 各位不要忘了 第一季裡面有一個2月 2月叫做 對 工作天數最少 竟然可以創歷史新高 這是為什麼市場給予南電 這麼高的一個平等 我們來看 今年預估14塊6 美股盈餘 明年拉到22 後年拉到31塊 賺了3個股本 這是為什麼 外資給予窄版 這麼高的一個評價 老師 可是景壽新興南電 都漲上去了 那真頂位階真的比較低 那我們可以留意它嗎 那對 特別是各位請看到 我給它一條叫季線 那股價是不是都跌落季線 對啊 遠遠在季線之下 好 像這種個股 該怎麼看 我們來看 好 法人圈給它的看法 今年每股大約落在8塊9 接近9塊 去年 去年8塊9 今年在10塊7 10塊7 最起碼可以賺到一個股本 是 像這種個股 我們的看法 股價盈餘叫本益比 那麼不是20倍 不是18倍 預估本益比低 跌落到9倍 對 像這種個股 站在證券投資的立場 應該給予正向的看法 好 的確 在這個ABF載板 展望跟趨勢持續成長的情況之下 比較低位皆被低估的真領 也許大家可以做一個留意了 如果說你手中的持股 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的大頭娃娃 跟我們老蕭老師加個like 帶著持股問題 跟他來請教一下囉